- 这条暴决 - 争夺这条暴决 - 张飞好大 - 好开好开 - 萨卫高抢到了 - 二人间这边 - 还要打 - 纵情的话雪良很低 - 一笑正在追 - 直接秒了 - 但打波先死 - 是 哪吒这边等级很高 - 直接秒在对面那两个残血 - 关羽这一球大招进场的话 - 猪孤亮直接被带走 - 关羽还在追 - 这个应该打不下去了 - 打不下去了 - 其实那个路线爆发伤害并不是特别高 - 没错 - 他还是要等这一把暗战斧加上那一把破军做出来之后 - 伤害才有质变 - 是的 - 关羽这一把冰箱推开 - 但是一个人又这里 - 哦 这样没有推啊 - 是 - 他刚刚反射那一下就想直接走了 - 不想推了 - 其实也走不掉 - 出现了这把大招已经锁定了 - 并且炮车 - 应该推上 - 炮车那把炮断也打了 - 收不下 - 直接收掉 - 保险一点就直接抓过产生 - 剪掉了 - 这边有个红buff粘刀 - 再配上下路 - 待会刷新的红buff - 马上就进了 - 出中这个位置 - 走远了 - 还被打了一个沉默 - 身上带了一个减速 - 关羽这就会一推 - 先带走 - 是的 - 关羽的话先去顶着哪吒的位置 - 看老王这波二级能推开 - 马本来二级能抢到了帽子 - 真的抢到了 - 我的天 - 这个二级能短剑 - 再看一下这波怎么打 - 老王一个残血 - 关羽这一刀PVP - 一个盾顶住伤害没有死掉 - 还在吹 - 这边是要打回来了 - 是的 - 进台一笑 - 但是对对血量很多 - 要不要卖一下 - 这个位置也定强了 - 难受了 - 纳格鲁这样一死的话 - 正面要丢节奏 - 兄弟你真不能耐 - 这个真的这个锅我接不了 - 张飞的话还有个大招 - 我觉得这里有人 - 原始本能这个真正 - 他现在知道纵情的这个一套 - 是能够将他秒掉的 - 他不敢出来 - 关羽这边有点危险 - 反推 - 但是关羽真危险 - 血量很低了 - 这个走远了 - 走远了 - 这一手的话要强迁 - 得着走不掉了 - 正面的话下路 - 看能不能长推高地 - 我们看JC的选择 - 感觉可以带掉 - 直接顶上来 - 应该是 - 但是关羽只有大了 - 推一波 - 这边大招顶出来 - 音响在侧面 - 这个大招怎么吼 - 吼到了一个 - 吼到了辅助 - 拉罗路反跳墙 - 反秒 - 关羽但是没有秒掉 - 关羽的位置有点极限 - 追不上 - 追不上 - 追不上要走了 - 老王拉到两个 - 但都比较肉 - 不敢上 - 张飞手捏了个大 - 达摩上也有大 - 能夹飞了过来 - 要切孙上枪 - 但是感觉要被秒 - 复活甲直接交出来 - 这边在场上 - 关羽切后 - 一刀劈下来 - 劈到了纵琴 - 但是被减速了 - 关羽这个位置 - 比较难去输出 - 正面的话 - 哪吒已经直接倒地 - 前车的血量还很满 - 这一波纵琴 - 如果这个大招跳下来 - 再也不能秒了 - 关键C位的好 - 这一拉拉到了 - 三个很关键 - 但是输出够不够 - 打出了孙上枪的复活甲 - 站起来 - 还能再打一套 - 关羽只能踩到 - 出庸极限 - 交出一发 - 今生规避致命伤害 - 纵琴这个时候来了 - 关羽反射一刀 - 规避纵琴进场 - 但是关羽直接被秒 - 还要再追 - 孙上枪一枪点死 - 复活甲站起来 - 怼怼 - 哇 这一拳很致命 - 纵琴最后一次希望 - 被伊恩的这一拳给定掉了 - 是的 看一下 - 出庸枪 - 刀来大招 - 没有辉越 - 是 这波大招在 - 鞠的抬手动作的时候 - 就被秒了 - 非常激烈的一波团战 - 最终打成了三换三的结果 - 是 - 打到张飞身上 - 该撤了 - 花木兰先先 - 但是我们看一下右边 - 左边这边这边 - 打摩这个位置 - 这一拳还没有放 - 憋住了 - 这拳定到两个人 - 关羽直接被秒了 - 是的 - 哪吒飞过来 - 直接秒掉了孙少将 - 孙少将复活甲还能站起来 - 但是有花木兰接上活距伤害 - 孙少将也直接倒立 - 没有复活甲再能够站起来 - 是的 - 纵秦还没有死 - 身上还一个复活甲的状态 - 以三人之力 - 直击对面四人 - 哦呦 - 这一个孙斌大招差一点能杀三个 - 青城这边还要舍命保队友吗 - 我们看一下 - 队队把自己放在了最后 - 这个位置复活甲是要卖掉吗 - 没错 - 没有卖 - 还能站起来 - 算应该叫死了 - 这个 哦呦呦呦闪现想走的 - 这个有点不特殊 - 这个复活甲cd取有点浪费了 - 回不回得去 - 纵秦 - 哎呦呦 - 擦了一个照面而过 - 这波孙斌看他们走 - 金身躲一下 - 这个跳直接躲掉了 - 将为反手一个大 - 纵秦是残血 - 关羽一脚踏下去 - 这一刀没有打到 - 看前程的输出位置 - 先打哪吒 - 这个位置要被换了 - 应该差一点点 - 没有死 - 谢谢 - 一发大招砸下去 - 依靠沉默 - 真的有点吃不住 - 看来要纳格不住 - 老王在侧面想要找机会 - 手上应该是你力法展现 - 张飞 - 没打招 - 还敢这么浪 - 比接关羽一刀带走 - 关键性的花博兰倒地 - 这边正面怕是男手 - 是的 - 兵线主宰先锋已经就位 - 上路这边进来了 - 老王这一拉 - 拉到两个 - 关羽看怎么说 - 残血走掉吗 - 别走了 - 往里面卖 - 老王这一拉 - 出用能不能收割 - 是 - 前程这一枪直接点死了男大 - 纵线这一击过 - 直接堕死两个 - 看一下两个富国甲站起来 - 将非大招拥好了 - 回心以后 - 没有办法 - 闲程的这个血量打不下去 - 正面是输出 - 差差远了 - 已经拿到了连击过 - 没错 - 正面直接要一波了 - 剩下来最后一个老王 - 防守不住三连决胜 - 没错 - 最终成功推到水晶 - 让我们够下RMGM - 先拿一分 - 刚才远近一点没差 - 还差控制 - 但难受一点 - 但是好在有成绩 - 老王一个嘴 - 这边的老盖进去 - 有点问题了 - 我们看他打拨了 - 进来输出够嘛 - 初中交了一个二技能 - 但是 - 交二技能的时候 - 队友血量本身就很低 - 正面被拿掉两个人头 - 这波很关键 - 能够带走 - 炸死了 炸死了 - 我的天 - 障碍是很高了 - 这边的话直接飞 - 想要再留人 - 这边定到枪上了 - 再追 - 我的天 - 这波打下来是一个零换二 - 这边这边看音效这个位置 - 还有张了个闪 - 还好 - 不知道闪的话这个位置还走不掉 - 这位置达摩不在 - 赶过来的话很慢 - 还包进了 - 接到老金兵 - 等了这么久 - 老王上来三线 - 这个位置还可以 - 闪现追三个 - 看这波孙毕再一个沉默 - 老王这边音效落单 - 走不了走不了 - 这波给的功效非常大 - 再追 - 又吹死一个 - 闪现一下 - 这个也是意外的收获 - 潮州那边有一个杨换 - 老王又来了 - 这一锤 - 带水的杨换要死了 - 反打 - 能不能死了 - 就差一丢血明刀附体 - 没有死掉 - 被拉回来 - 但是手上有一个被动 - 看一下 - 怼怼上来踩一下被动 - 这个位置不太好说了 - 还能回血 - 还吼了一番 - 这边的话初中用孙毕赶到 - 再锤再怼回来 - 这个位置走远了 - 但是暴风瑞及时赶到 - 帮助就完成收割 - 正面一波 - 这一波反打打得非常漂亮 - 但是这边另外两个关键位置 - 也是及时赶到 - 宋琦这边应该能够修掉身上枪 - 应该做什么 - 红子俩棒不过他 - 关于长点关于大招 - 强行一手 - 红子感觉有想法 - 队友全部赶过来 - 这波少了一个人 - 红子大招做一下 - 这次这边是少一个达摩了 - 正面我们看一下 - 倾情这个位置 - 但是感觉重心不大赶上了 - 目前这个血量不大健康 - 以下再拉一下老王 - 但是打一波一欢迎 - 老王这边虽然没有被动 - 但是 - 虎刚 - 还是刚 - 还是装备没有完 - 哎呀这个位置 - 抓到了 - 都还没来得及 - 在暴君呢 - 对对这个位置 - 这发大招没上墙 - 没有位移了 - 下路拿一个暴君 - 暴君换一人头 - 没有防御塔还好 - 坐在你的这个旁边场上 - 里面应该这个位置 - 线线 - 然后大招强秒 - 带的话 - 正面开这个大招 - 先保一下祝国亮的位置 - 但是 - 青城想要强飞 - 飞到一半 - 正面打不起来 - 红子一 - 都说负水来说 - 感觉 - 有些队伍还是能够收回来 - 就是 - 今天负水来说是我高低掉了 - 这个叫负水 - 人头死 - 没让我这个叫负水 - 要 - 到底在人头在 - 都好 - 记得那个编子 - 看接攻团战 - 猴子这两招 - 很疼 - 杨借雪较瞬间变才在猪弹 - 这一个大招直接造成一个收割 - 这次正面 - 只能选个后撤 - 记得 - 反正 - 嘴嘴向帮 - 还在追猴子还在追 - 这边能不能杀掉 - 应该是有机会了 - 杀不掉了 - 少了一个GTCD啊 - 这边清晨进来 - 看对对这一拳 - 怎么样了 - 猴子 - 身受伤位置还不错 - 是的 - 猴子刚刚这两棒没有暴击 - 很伤 - 这一波打下来之后 - 阿然杰姆是往两人 - 来 这个 - 闪现一下 - 走远了 - 阿然杰姆这一局有点难受 - 从前一棒子接 - 超使这段枪 - 是的 - 残血这段枪 - 我们看到老王这局的一个 - 前程这局 - 其实对于走位 - 看一下被抓 - 哪有 - 从上枪倒地 - 这样一波床前前面 - 两人杰姆敌没有作战能力 - 没错 - 真的不能难 - 刚刚还在关前前的走位 - 这一波正面有机会一波的 - 毕竟是死掉一个最关键的孙上枪 - 是的 - 接下来是一个五打四 - 老王这边 - 这波还是有大招 - 出去买了复活奖了 - 正面顶了 - 过来了 - 这一波大招盯了两个人 - 正面有可能要一波 - 进来强行点打的是没有兵线 - 不要着急我们看一下 - 这一波有没有机会手上来 - 或者拿了一波连进步 - 关于对血量还是比较健康 - 先把兵线顶出去 - 这一波生复活时间 - 我们再看一眼 - 还有十秒钟 - 关于也倒闭了 - 剩下了最后一个暴风锐 - 上路兵线来了 - 及时清掉了一波 - 但是 - 全程已经火 - 这波全了 - 两个CV还在 - 这波不一定 - 可以看一下 - 不好说 - 要一波了 - 正面老王再锤一个 - 定到两个CV - 一个射手一个中单 - 正面直接一波 - 电掉水晶 - 让我们恭喜JC扳回一分 - 这一枪鞠上去 - 哎呦 - 这一枪啊 - 这一枪的伤害 - 直接没多少钱 - 没多少钱 - 五百块 - 看下午中抓到金城 - 要死 - 这会是反走位 - 三个人 - 身下线 - 关于这波 - 这会被咬了 - 刚说完塔下 - 长刹一波就差一点点 - 依昌直接带走 - 看依孝这边 - 应该是差一点点吧 - 差不 - 刚说完 - 闪现大招定到竹梁这个位置走远 - 中方弹一帮忙按一下 - 但是 - 没有办法 - 这个招还互换掉一个 - 再推一下 - 依孝可能要交 - 没有顶回来 - 这波 - 应该要选择撤了 - 常飞 - 飞不到 - 没有飞到残血的 - 大招大到了暴风锐 - 差不够 差不够 银巢这边是有大了 - 关羽来了 不好说 - 按到一个 - 红字 - 收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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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是 - 关羽怕海医生输递自己人 - 打摩尽力拳定到了猴子 - 没有意见的猴子直接被带走 - 关羽这个大招想要反推 - 但是银巢的血量 - 还有一点点第二推没有推到 - 是 老王这边的伤害并不是特别够啊 - 推不掉啊 - 反手还打了一个二级能 - 这边能够强飞看能不能收掉 - 只能抬了一口二级能还能给到一个 - 禁锢这个位置走不掉 - 凉承自己应该是剩下之后的私血 - 死了 这波没有办法 炸死了 - 炸死了 - 杨简在上 - 预发 - 打摩又来了 - 没有打 - 应该要选择射退 - 猴子不死的话这局我觉得RNGM - 始终是一个问题 - 又越他将杀 - 又死了 - 关羽又来了 - 顶回来 - 这种控制躲掉了 - 应该要死了 - 应该要死了 - 这个位置正面要打了 - 哪吒飞过来 - 东方太一直接被秒 - 清除一下最后一丝选没有死 - 但是正面JC这一波已经没有反打能力 - 感觉有可能一波 - 有机会我们看一下炮车兵的情况 - 最快的时间 - 一个将近四分之三水的炮车兵进来 - 诸葛亮 - 守不住啊 - 最快时间五秒钟 - 直接打掉正面要一波了 - 而且这一波瞬间的一波 - 中路爆发团队打得非常漂亮 - 一波拿下咖喱绕 - 让我们恭喜他们 - 是的 - 恭喜RM - 拿下比赛